现在各国领袖在COP26大会上 严肃探讨气候变迁的问题 而根据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 在过去10年之内 格陵兰岛的冰层 一共有3.5兆吨的冰融化了 导致全球的海平面上升1公分 引发全球危机 而全球最大岛屿格陵兰岛 上冰层内所含的冰冻水 足以让全球海平面升高大约6公尺 并且极端融化事件的频率 已经持续增加至少40年 在《自然通讯》期刊发布的报告中 在过去40年里 格陵兰的冰冰净流增加了21% 更令人震惊的是 从2011年以来 格陵兰冰冰的水 足以使得全球海平面上升 并造成沿海社区 面临更高的洪灾风险 泰国在11月1号 终于对完全接种疫苗者开放入境 第一天就有大约61架次的商业航班 降落在苏万纳普机场 全国机场大约有近7000名的乘客 而大部分的班机来自欧洲 有接近半数是外国游客 其余为泰国归国者 尽管机场是逐渐开放 但是对于防疫的措施 仍然相当严格 入境时除了测量体温 还要做核酸检测 而远在欧洲参加COP26的泰国总理帕拉育就表示 希望泰国机场开放的首日 所有的乘客有宾至如归的感受 并督促所有的机场相关行业 以及国内各行各业 为了泰国的观光经济复苏 务必要严格做好防疫规定 缅甸历经九个月的政变之后 军政府领导人敏昂来呼吁在各种政治的挑战中 缅甸人民必须自力更生 只有透过相互的合作国家才能够持续进步和稳定发展 尽管如此 上周举办的东协峰会 敏昂来依旧被排除在名单之外 美国总统拜登希望缅甸军政府履行四月份东协会议的五点共事和承诺 而在COP26联合国气候峰会举行的期间 拜登更表示对缅甸的局势感到忧心 并批评缅甸军方必须停止暴力 释放所有被拘禁的政治人士 并且迅速恢复民主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 周六 晚间九点 我在环宇全世界 2.0全新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国籍观点 请锁定环宇新闻台